成立在民国82年的统冠超市 是花莲在地的超市品牌 而至今已经有30年的历史 强打花莲人的在地好邻居形象 以经济又实惠的商品来吸引在地人购物消费 而瑞穗店18号一早办理重新装潢的开幕活动 让不少民众排队抢投降 一早7点多就有民众在超市门口排队 这间未在瑞穗的统冠超市开店30多年 这一天重新开幕吸引不少民众抢投降 看到新的装潢新的城市感到舒服又明亮 成立于民国82年的统冠超市 是花莲在地超市品牌 至今已经有30年的历史 强打花莲人在地好邻居形象 以经济又优惠商品吸引在地人的购物消费 瑞穗店18号一早办理重新装潢开幕活动 我们统办瑞穗店在瑞穗的营业 已经有超过大概30年的历史 所以说在我们统办进入二代店的一个 所以说我们在瑞穗的部分 做所谓的南区的第二家店的改装 所以让患然一新的卖场 让回馈给我们的瑞穗乡亲 让他们体验一下我们整个瑞穗的不一样的风格 目前为止 同贯超市的分店 从花莲境内最北端的和平店到玉里店 总共有18间的连锁店 外加台东县内的长滨池上店 总计连锁店数已经超过20间 是目前东部地区最大的超市连锁公司 下一个重新装潢店面是玉里店 希望能够给民众购物的好空间 据者高双双瑞穗乡采访报道